台中市的康桥水岸公园是国内著名的蜻蜓运动训练基地 孕育出不少优质选手 而现在在汉溪排水水利园区 也兴建了具备运动元素的橡皮靶工程 能够调节溪流 臭水沟摇身一变 也成了蜻蜓的训练新基地 蜻蜓选手挑战极限 一股作气的动态力量 透过船桨拨水 激起水花往前冲刺 东京奥运蜻蜓国手张竹涵 带着小选手在波光零零的水面中尽情操练 要训练就要有场地 台中增加了一处新的蜻蜓训练场 比较干净 然后也比较大 然后也没有钓刻 是一个非常棒的场地 因为它比较宽也比较大 新诞生的蜻蜓训练基地 在汉溪排水水利园区 原本水汇相当浅不到50公分 师傅编列3500万经费 利用橡皮坝工程抬升水位 成功打造了一条符合训练的水道 总长大约200公尺 合宽29公尺 在操作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我们才会做一个橡皮坝 把水位来抬高这样子 它才有方便就是选手来操作使用 台中康桥水岸公园 为国内著名的蜻蜓运动训练基地 孕育不少优质选手 现在又增加一处新的蜻蜓训练场 要继续孕育国际级蜓好手 一棒接一棒传承下去 记者中部长报道